三冠国中棒球队近年来成绩优异 节二连三在各项赛事中大放异彩 今年该队参加斗六市长辈全国青少棒邀请赛 在数十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勇夺冠军 对此在棒球队回校后 嫌议员简前向张婉池、林如阳也特别到校祝贺 斗六市市长辈我们能够再度残联冠军 那我想在这边也要代表棒球队 代表学校来感谢大家对学校的支持 有这么多关心我们学校的力量 我们一定可以好好的来努力 期待变成是我们全国性最优的队伍 那钱翔在三冠国中的棒球教育上面也是不遗余力 除了我们关心我们宿舍的状况之外 在球场鞭破的地方 钱翔也用我们的配合款 帮三冠国中的鞭破 把扎草除瓶 把环境弄得更好 那这一点我是希望我们 所有的议员都是一样 我相信对于我们孩子们的教育 大家都是不遗余力 上官国中棒球队学址表示 一开始七市级分数上都属于落后 后面秉持着教练教导的战术 以及团队不放弃的精神 才能够逆转勇夺冠军 冠冠军战吧 就是从第五局开始 原本落后 然后我们逆转 就打击 有发挥 就是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原本七市是落后的 就是第一局到第五局都一比零 然后我们最后把比数翻转过来 然后七市就上来 闲员张万迟 林如阳指出 上官国中棒球队的学子们 大多来自于偏远地区 他们不放弃的精神 令人敬佩 此次能够勇夺冠军实属不易 未来在议会将全力支持 为选手争取更多的福利 我们上官国中的棒球队 其实是相当的有名 晚此也会在议会来 尽力来为我们的球员 来争取一些给他们的奖励 然后跟一些他们的福利 那希望说他们以后呢 可以 现在他们是南投之光 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变成 我们的台湾之光 可以更上一层楼 然后年年获得佳基 我们上官国中的孩子 在这样子激烈的竞赛当中 获得第一名的佳基 我们应该给他们 更多的掌声和鼓励 那也谢谢南投县政府 许县长非常的关心教育 那这次也提升了 比赛的这个奖金的部分 那并且我们也 极力的争取在上官国中 新的宿舍能够让孩子 有更好的休息的环境 上官国中虽然场地资源 相对不足 但选手及教练 不畏艰难 其事如虹 在此次的比赛当中 一开赛从0比3落后 演出逆转胜 最后以6比3 击败了台中市 凤阳国中未免冠军 记住邱炳俊 明天香采访报道